疫调资料长怎样 台北市到底有没有做疫调 副市长黄珊珊日前在记者会上 完整说明北市府的疫调流程 只要有一个民众他在医院做裁检 他的PCR是阳性 基本上是由医院一定要上传法传系统 法定传染B系统 也就是中央机关署所管制的法传系统 所以不是任何地方政府去上传 而是医院上传 医院上传法传系统之后 就会知道以这个民众他的居住地 通报给当地的地方政府 那每个县市政府都会在每一天下载 确诊个案 而且我们自己也可以主动上去捞个案 但是这个法传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 就是每个县市只能看到自己的县市的个案 那这个看到以后我们就会把它下载 下载以后我们就会启动所谓的疫调作业 启动疫调作业有两块 一块是到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疾管科 疾病管制科 他们就会接到每天接到系统 就会通知我们那个民众说 你今天的PCR已经确定是阳性 你是确诊者了 我们会通知他检验的结果 也就是确诊者会接到我们疾管科的第一通电话 初步我们会开始做卫生教育 跟他做卫教 也关心他是不是有症状 是不是需要就医 那我们台北市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安置到我们的加强版 检疫所或者是医院去 另外一块的是我们会通报到 各我们12个行政区的健康服务中心 由健康服务中心的同仁接手 每一个同仁会负责一个确诊者的疫调 第一他会去打电话跟他了解他现在的状况 精准的疫调来掌握他的活动时 也就是问他说发病前三天 你的相关的行踪和行程碰到的接触者 所以就会针对跟他所谈话的内容里面 把他的接触者加以匡列 那匡列是有中央的一些标准 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人都会被匡列 而是跟他有一些比较亲密接触 时间比较长 然后可能没有做好防护的接触者 会比较容易被匡列在内 那我们匡列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做好 自己百分之百的判断 我们还会去请教机关署中央所属的防疫医师 像上一次我们所公布的牙医师的案例 就是防疫医师建议说 全部他的病患都要匡列 也就是这个匡列的部分 除了我们自己按照规定匡列 有时候也会请教防疫医师的意见 接下来我们只要匡列住他的居家接触者 我们就会把他开立居家隔离通知书 也就是他的接触者就会开始被居家隔离 那每一天接下来之后 我们就会每一天去关怀 这些接触者以及这个确诊者 我们会了解他每天的状况 双北疫情严峻时 台北市长柯文哲曾表示 确诊案例已达上千例 公布阻击已经没有异议 但今日他也决定修正 将公布确诊者发病前三天的阻击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